小晓晓 晓晓 你怎么来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只好本小姐亲自跑一趟 我放静音了 有事吗 办业务 办什么业务 分手啊 分手 对 分手 你别开玩笑了 这么多人呢 咱们回去再说明天 我都不怕丢人你怕什么呀 不是 你别闹了 都看着呢 我下班我去找你什么呀 来都来了 就在这儿解决吧 就把我当成你客户了 什么客户啊 你别耍性子了 乖 好好的分什么手啊 你好 我不好 你也知道的 我妈一直反对咱俩的事 当初是我好说歹说 我妈才决定给你三年的事 让我说完 结果现在呢 你今年三十 我二十八 别说是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了 我连二十平米的作坊我都没看见 车 车倒是买了 天天骑个电动车漆二十公里 还招摇过市 你还真不嫌丢人呢 不是我 我那电动车 好歹也是名牌的 我知道我赚得少 我一个月才赚几千块钱 加上提成加上奖金 也不够给你买个包的 但是我对你一片赤城赤胆中心 你应该了解呀 可是你妈对我要求那么高 你妈说 买房最多贷款也不能超过三十万 我哪买得起啊 你让我去抢啊 抢啊 今天首次到多方便啊 再说了 就是真逼你 你也得有这胆啊 这年头啊 贷款比离婚都多 挣不到提成 那是你没本事 行行行行行 别喊别喊行行 我现在事业刚起步 再给我点时间 你给我一面 你给点时间好不好 我可不是来找你商量的 我是来通知你的 我已经在你身上 耗费四年的青春了 我可耗不起了 姑奶奶 姑奶奶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你这样 我请个假 我请个假 我跟经理请个假 一会儿我带你去过街去 好不好 都一会儿我一会儿 都一会儿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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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你给我冒冒实实的 一点礼貌都没有 经理 我们家里边出点事 我想跟你请个假回家一下 你怎么总那么多事啊 三十岁的人呢 你公司不分哪 上班的时候 就说上班的事 下班了以后 再说家里的事好不好 今年咱们分行的业务指标 就你拖后退 王子豪 我也不愿意总说你 我只希望上班的时候 就要有个上班的样子 不要整天第二郎当的 你说你 业务业务不行 人际关系你也搞不好 女同志也没有你这么面子 这是你的业绩 来 你看看你这什么业绩 你自己说 老大我回头给你 屁股太短重点 尤其是消息 如果小姐要强行下押的话 加以拖延 并马上通知成交组 是 这是你上周交给我的事情 监信报告 经理啊 我这信念课都三年了 也应该加点心吧 你还有脸个舞台工资 那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也得生活吧 我给你算笔账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也就是五十二个星期 每周周期两天 还两百六十五天 每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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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 住主 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 住主 那我出去了 好 去吧 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住主 好好看 我还是看好你的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对不起 那我出去了 那你这个回头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收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你所发达的电话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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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算个屁呀 要啥没啥 啥逼才跟你好呢 媳妇没了 工作也没个笨头 作为失败的典范 我还真是成功啊 我现在一闭上眼就能想起自己 漆黑一片的前途 兄弟 你知道女为悦己者容的下一句是什么吗 世为知己者死 狗屁 男为悦己者求 我说哥们 你来的正好 你给我评评理啊 你说 我作为一个银行的信贷职员 作为一个三十而立的未婚屌丝 整天忙活着给别人贷款买房 结果自己因为买不起房 被媳妇给甩 你说是不是齐齿大辱 不是哥们 鸡翅没有了 你先说 是不是齐齿大辱 鸡翅 好 给我来试个大腰子 好嘞 也给我来俩 好 腰子要老点还是嫩点 嫩点的老了不给钱 草春牛逼一呢 不给我钱冒中黑色 为老子把你试打出来 草 老天爷饿不死瞎假巧 哎哥们儿 你说 我实在不行 就跟你一样弄个摊子 在这卖烤串行不行 我靠手艺挣钱 一 哎 腰子腰子你还不说的 你干嘛 对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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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整个摇摇 三岁的人 那你怎么不分呢 你今年三十二十五 我妈一直本分在哪 多可好 但是你没本事 但是你没本事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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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是说出大贴局 我也不答应 我不管 我就是要纳契 不行 除非我死了 陈家区区药材伤口 身份低贱 能攀得上我王家 那是三胜有幸 还由得你来替我做主 你也不默默自己做主 你的良心 我陈家虽然卑微 可好歹也是你名门争取的媳妇 当初老爷夫人实不为害 你拜完天地转身就去风流快活 这三年来 你对我冷若冰霜 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来都不闻不问 都是我一手操持的 现在你晕得五级枸杞也就罢了 今日竟想纳他为妾门都没有 你替我王家操劳 那是天际第一 你身为夫君 邪气孝子刚去天际第一 好 那我就休妻 休妻 恐怕是老太爷的遗嘱不答应 那我就死 你舍得死吗 你敢死吗 就算你舍得死 怕谁也舍不得外面那狐狸精吧 你舍得死吗 那你死啊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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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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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逼你 你也得有这胆啊 鸡翅没有了 鸡翅太轻松了屁 大鸡翅 没了 不 我的天啊 你为敦感丰陆 我tsp 他冒死了 付出了 你 真是和达了 怎么跑剧组来了 子豪 你可感觉好些 行了 别演了 把你们导演叫来 我要跟他聊聊 导演 子豪 昨晚都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叫子豪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拿了我的身份证 等等 你们是怎么暴动来了 你们有什么企图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有什么权利怎么做 夫君 这身是你的家人啊 你都不记得了吗 我衣服 把衣服还我 还有我的手机 钱包我不要了 钱我也不要了 你总得把身份证给我吧 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衣服 你不是穿在身上的吗 我想起来了 我被卡车撞了 我是不是死了呀 我还有一把老妖子呢 夫君 你是病了吗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这 等等 谁是你夫君啊 我刚分手哪来的媳妇 你说实话 你说实话 你叫什么名字 到底有什么企图 夫君 你不记得切诚了吗 这是 是你的发迹血影啊 发迹血影 你别哭了别哭了 是 可不我是真记不起来了 我脑子有点热 这什么玩意儿 你能帮我好好回想回想吗 这是哪儿啊 这是侯爷府 是咱们家呀 家 就算是家 那 那咱们家住哪儿啊 爹 你不会连这都想不起来了吧 咱们家在长安啊 长安 你为什么叫长安不叫西安 难道你是大民族主义 好吧 最后一遍 咱们这儿 解放 咱们家是不是地主啊 我家 老朽倒是听说过一种怪病 多是因头部受创所致 轻者头痛且晕 健忘目光呆滞 重者施语 偶不欲食 威费不用 老朽 妄自猜想 这小侯爷 怕不是得了这种病吧 那可怎么办 我只是一时气急 没想到却气坏了夫君 我真该死 夫妻同苦共干 枉大鸳鸳不散 夫人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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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一套一套的 周大夫啊 这小侯爷的病 到底有得治没得治啊 扎上一扎 兴许有消 这何为扎上一扎呀 就是扎穴道 有四阴针 四阳针 四大总针 八法神针 九转还阳针 马丹阳十二针 鬼门十三针 这听着邪火 这咋还兴许奏效呢 俗话说得好 扎一针 胜过吃十副药 扎针八罐 病好一半 那太好了 那快扎吧 且慢 俗话又说呀 拧开十副药 不动一分针 这 这到底扎还是不扎呀 不扎 我还是给小侯爷开十副药吧 夫人 药方在此 你 你怎么又哭了 别哭了啊 再哭眼睛都肿了 我嫁到府上三年 哭了三年 夫君怎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提起话 什么 不会是 为了外面那个不三不色的狐狸精 昨天给你气得背过气 今日醒来 又装饰一下妾身 现在 又这样第三下色来求妾身吗 怎么 被说中了 无话可说了吧 要 要 我可以叫你要吗 这次真的是你我 不管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真的已经失去记忆了 不管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真的都不记得了 更别说 我在外面有女人 我连认都认不得 我还带她回家吗 既然我们俩是夫妻 那我们就得感情和睦 家庭圆满 我既然娶了你 就要对你 对这个家负责任到底 原来的事既然已经忘了 就不要再提 不管以前那个我 伤害了你多少 就让现在的我 给你一点点的补偿 你要 我真的很饿呀 咱们俩能不能先弄点吃的再说呀 这日子还长着呢 周大夫说 夫君体恤 要少吃多喝 静人这就去准备 等一下 我的衣服呢 怎么穿来着啊 我有点忘了 我没扣上 都怎么扣的呀这个 这大户人家的饭菜 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啊 那些整只猪 整只羊 烧鸡啊 生蒙海鲜什么的 都在哪呢 又不记住 我们哪来的猪羊 还电视呢 夫君能考上个县市 俯市 切身就替夫人和老爷烧高香了 算了 跟你们说话说不明白 先吃饭吧 吃完饭 你待会儿在家里边转转 我好熟悉一下地形 大呀 真大 不是一般的大呀 这都走了四个月呢 前前后后什么门洞啊 拱门洞过了五六个了 还没走完 夫君 这就是咱们的正房 里面还有书房和卧房 按照现在的房间 即使是京郊也有三万亿 我王家的宅子少说有一万瓶 三万成一万 就是三亿 三亿洋葬 现在就走在三亿的后宅里边 重点是 这家后宅就什么属于你 去什么想想 老子才不稀罕你 前面就是花园 这大晚上的黑漆漆的 就别去了吧 其实还害怕的 怎么 这花园能滚 好热 吓得切身脚软匀匀的 脚软匀匀 这都什么词啊 夫君身体尚未恢复 要不 切身今晚 就留下来服侍夫君吧 你 平时都不跟我一起睡吗 自从进了这个院子 切身就一直睡在东厢房 夫君评论很少回家 偶尔回来 也是一个人安静 切身 这王子豪 真是禽兽不如 可不如个禽兽 那 那那咱们晚上都干点什么呀 谁知道夫君晚上都做些什么 反正切身是看一会儿说说睡的 这么单纯啊 天刚黑时间还早 不如咱们娱乐一下 那咱们下围棋吧 我知道夫君常常在外面堵棋呢 围棋不会下 回下屋子去 算了屋子去在那儿 不如咱们还是先洗一洗 然后 到船上去吧 夫君使什么话呢 你看你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我不是说啊 我说咱们到床上去玩财美 这个输的呢 给赢的讲故事 是吧 这个游戏最不费脑了 特别适合睡前玩 想什么呢 疼了 你 讨厌夫君 你吓我 看来夫君真是失忆了 以前就从来不会这样对妾生 那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该不会是个坏人吧 什么是好人坏人 在妾身这里 夫君是大大的坏蛋 我是说 我有没有做过那种 欺男霸女 鱼肉香里放高粒带 然后逼还不起 摘的人卖严卖女之类的事 这怎么可能啊 这种事情在长安城里都不多 何况夫君的家教 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不过细细想来 夫君虽然不学无术 但也不是什么坏人 对街坊邻居礼数周全 对下人们也和和睦睦 可是 怎么对妾身就这样冷言冷语呢 夫君干嘛 你别胡闹 王兄啊王兄 这件事算是你积了大德了 娶今门三年的媳妇 你嫌弃人家出身低 愣是一手指都没碰 哥们儿我真心谢谢你 哎呀 夫君 你白拉出没了 可是 来 夫君坐 妾身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啊是管家前叔 是太爷使过的人 在王家安前马后操持了二十二年了 在王家庄上 也是鼎鼎有威望的 夫君以后凡事啊 要多跟前叔商量 不敢当 不敢当 能在开国侯府里效力 实在是老朽的福分啊 刚才我听说小侯爷得了那个 失忆 就是把以前的事都忘了 小侯爷得了失忆症 老朽无能 我这就去熬药去 别别别 前叔 我这病好得差不多了 再静养几日就好了 有劳前叔挂你了 小病 小病 夫君 这位是帐房胡先生 在咱府上已经二十四年了 是隋太夫人 从国公府上过来的 胡先生精明能干 更是写的一首好字 远近闻名 夫君以后 要多向胡先生请教才是 文化人哪 别别别 别别别 折杀老夫了 一介下人当不起侯爷大理呀 别别 老夫自当兢兢兢业业 你报王家类世之大恩 不用站起来行李 我想问大家 哦 哦 小侯爷 我是栓子 我是小蝶 我 那是二娘子 是胡子比胡让我还长啊 你真在说什么 我是说我这些年花了六千两银子 我到底怎么花的呀 你问我我问谁啊 若不是切身带回来的价格很有限 只怕现在都要变卖家产了 你一直用私房钱贴补家用 我真是禽兽不弱 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事也不能全怪夫君 咱家除了庄子上每年能收七百两以外 其他就没有别的镜像了 不过夫君不用发愁 当年我家 剩了王家好大一个人情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回娘家 再置半些银两 咱们省着点用 也足够了 你让我花你的钱 你拿我当什么了 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有手有脚的 你让我吃转饭 以后不准你再说我这种话 夫君 听你这话 切身心里喜欢 咱们家就不做生意吗 夫君傻子嘛 咱家祖上是开国的熏臣 做生意要辱磨仙人的 这话以后绝对不能再提 夫君 别怪为妻话重 自打进了你王家门 家里那些姐妹全都羡慕得要死 我知道 你看不上我身份 所以 就算你再冷落我 我也毫无怨言 人活着 不就是图个身份吗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 见到他们羡慕又嫉妒的眼光 在你这受的委屈 就全都消失了 夫君昨日又长了性子 切身 就再没有别的所求了 老天爷 老天爷 把所有的好的都给了我 我就算是死了 也心满意足了 老天爷 不要 我 你 我 不 好 臭了 臭了 都臭了 叔叔 你也臭了 多久没洗澡了 春状到夏生 洗了好几回了 春状到夏生 多少丝梦会腾肠 如今梦都碎了 夫君 二女 水烧好了没 别弄得个烫死猪日了啊 老爷 水还要再烧烧 才会有些湿 好吧 你快去 MK 二女 水烧死是 什么鬼呀 小婷呀 小婷呀你 小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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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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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夫君 你怎么了 夫君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在晨练啊 晨练啊 晨练 晨练就是 每日练习能让身体健康 百庇不亲啊 刚才二女来 说你撒一阵抽风呢 你瞎化解身了 听到胡说了 要不要以后 为夫把此数传授于你 你也好 兽与天旗 与我共享心服啊 不愿意 来来来 试一下嘛 试一下 来 用势 用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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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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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用力啊 用力 用力 看来啊 这些功夫确实不适合女人啊 要不然为夫教你骑马舞 骑马 还舞 相传这个练了骑马舞的女人 可以青春永驻舞 身材窈窕 这个秋发乌黑啊 你要不要试一下 真的啊 真的 那试试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曹军 这姿势 亲身做起来太不雅了 有什么不雅的 不就劈个腿吗 来 这 二女 来来来来 一块练 快 我还 我还要烧水 你烧什么水 这喊了 来来 我们继续 走吧走吧 走吧 洗澡啊 夫人先洗 夫人先洗 夫人最大 那是夫君先洗 夫人若排第二 那谁敢排第一啊 还是夫人先洗 健身宴做夫君背后的女人 所以夫君先洗 妈你还不听夫君的话 夫君 这件事恕切成难以从命 夫君先洗 哎呀 废话 磨磨磨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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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 哎 夫人 哎 夫人 哎 夫人 妻神自己来 哎 夫人 害什么羞啊 不是说好一起洗的吗 不是说好一起洗的吗 哎 人家就是害羞嘛 哎 夫人 夫人先出去 先出去 先出去 带 带马 带马 哎 哎 哎 快去啊 听说子豪兄最近身体不适啊 我就过来走动走动 哎呦 快请快请 哎呦 哎呦 成交工业 哎 成管家您好您好 哎 还这么高呢 哎哎 快请快请 哎哎哎 这不是德昭兄吗 四爷兄 耳朵够长呢 我是闻着过来的 哎 哎 最近成爷爷身子骨可好啊 哦 金身着呢 他可是长安城有名的老夫子 啊不 老瘦想啊 每天早上起来五百斧呢 哎 那是那是 成爷爷乃我 大堂鼎梁重臣 我辈子楷模啊 啊 好帅好帅 哎 其实我爷爷那俩下子 哪儿值得上你爷爷当年潇洒呀 哈哈哈哈 咱兄弟俩就不用放手了啊 啊 你放这招吗 我才说你得我 你得我 洗好了啊夫人 哎 哎 哎 老康 你被蚊子咬了 哎 莫大惊小乖 谁人不被蚊虫叮咬 哎 要是有瓶花露水就好了 夫君说的什么 啊 没什么 哎 夫人 秦小公爷和陈小公爷来访了 还要云家老爷身体不适 也差人来了 消息传得可真快啊 这几位都是谁啊 怎么连他们都不记得了 哦 想不太起来了 秦玉秦小公爷 是胡国公秦叔秦叔宝的孙子 而成出程小公爷 是卢国公成老将军的长孙 这二位都是夫君的好友 而云老爷 云家庄的 跟我娘家也算是远亲 看着王家家到没落 店里咋能填产呢 二女 你服侍老爷喜悦 我去前面接应一下 嗯 看我这条没腿呀 这小丫头怎么不爱说话呀 老爷 妖精 老爷这一病 跟变了个人似的 对夫人好多了 对我也合身了 对夫人好多了 请请请 请 里边请 里边请 可是开了眼了 这就叫排场 还别说 咱小活也别看一只单传 是吧 那也是别人大家不敢比的 是不是 咱侯苦很多年都没这么受到过 你看 这么多礼物 仓库也放不下呀 同出一间房 是 小蝶正在后面收拾着呢 不过东西太多了 别招了贼呀 剁碎了围狗 剁碎围狗 这么多不必 剁碎围狗 狗吃人生 那非窜流鼻血都不可 我说的是贼 是贼 了然 了然 哎呀 我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呀 是可惜连我洗发水也没有 是洗不透 洗不爽嘛 这什么玩意儿 老爷 您不喜欢奴婢给您煎的茶吗 不是不是 就是太烫了 奴婢帮您吹吹 不用不用不用 亮亮就行了 亮亮 这些都是什么呀 煎茶的茶叶和香料 香料 茶叶末 烟丝 上初中那会儿就一直想试试 要是拿茶叶末代替烟丝就 卷个大烟炮 炒起来岂不是很爽 二弟 你去 拿一张宣纸来 然后把这些什么柴末啊 这些东西都给我卷成一个毛笔状 好不好 老爷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哎呀 叫你去你就去 别问那么多了 去呀 还愣着干嘛 老爷 咱们府上没宣纸 什么 我堂堂侯府 连张宣纸都没有 宣纸太贵了 平时府上也用不上 那破玩意儿能有多贵啊 那破玩意儿能有多贵啊 回头背几刀啊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老爷生病了以后 完全变了个人 越发像个侯爷了 那 老爷我生病之前什么样啊 累坏我了 客人送走了一波又一波 看看这王公贵族啊 还没忘了咱王家 夫人 崔张崔小公也过府了 夫君 切身去外面照应着 你要是累了 就上去躺会儿 等等等等 我看看 这大包 疼不疼啊 就是痒痒 二女 二女 你能不能不要 彪的一下就出现了 跟个魂似的 走 随我去书房 老爷我要 提俩字 笔墨伺候 你识字吗 这丫头居然识字了 你会唱歌吗 会跳舞吗 会弹琴吗 会跳骑马舞吗 你识字 会跳舞吗 会唱歌 真的识字 看来这丫头真的识字 还会跳舞吗 不认识这两个字吗 我说 我说 我又是 我又不认识 我又烦死了 我不能买 也不行 你也不认识 我不是 你不认识 认识这两个字吗 就算我认识了 这是什么 我的 是 好像 这个呢 摄香 哎哟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哎 这个呢 哎 哎 这个呢 哎 你要再点头 我马上就要问你微博微信手机号 哎 家里有酒吗 我拿一壶来 这丫头 不多言不多语的 我喜欢 老爷 嗯 这球也就二十来度啊 这挥发率太低了 那 得想办法 这就蒸馏一下呀 蒸馏吧 蒸馏 你说咱小侯爷这一病吧 还转了性子 变成了一个怪人 哈哈 这脾性也变了 这脾性也变了 以前呢 小侯爷 嫌弃夫人的出身 看不上眼 哎呀 从大观到现在 还没碰过夫人哪 成天在外 寻花问柳 还养了外宅 哎 这下好了 这俩人 还恩爱上了 哈哈 这夫人哪 心也顺了 这面色也好了 我看哪 到明年 这侯府 要天人尽口啊 哈哈 哎呀 哎呀 老侯爷在天有灵啊 哎呀 这片家业啊 算是有了指望了 啊 哈哈 来 干 干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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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今天累了吧 接了那么多磕 累倒不累 就是有一种事情 让切身生气 生气 生气 云家没安好心 他们家老爷子 早就惦记咱家田产 知道夫君病了 特地差人来打探虚实 那有什么可生气的 田产不还是咱家的吗 卖不卖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啊 切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夫君当初如果不那样 咱家的家业就败不了 哎 夫人说的是 是 总有一天 我要让那个老不死的 见识见识切身的厉害 夫人有什么厉害啊 先让夫君见识见识 你有话 夫君 轻点 夫人 你想吗 有点 想 竹子 竹子可以做野流管啊 这丫头 天生就是个捏背的 手法新疏 出神入化 提神洗脑啊 二年 你去 你去 给我找个大正锅来 快去 快去 得 就是他了 野流管成了 来来来 这么大的锅呀 这也太笨了吧 要是有个德国不锈钢锅还行 算了算了 这大唐啊什么都得凑合了 凑合着来吧 来 给我搭把手 别愣着了 快把酒倒进去 我要把这酒提纯 来 去 来 快去 把那十六味药给我拿过来 嗯 什么这样啊 老爷 嗯 好 好好好 要准备好了 你先去磨一磨吧 我先上个毛房 你快磨快磨 回来我看啊 嗯 我来一磨 被流之下三千尺 不 啊 爽 不是吧 这谁耍我 早知道背些宣纸了 胡帐坊是文化人 应该有宣纸吧 胡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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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侯爷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大堂的厕所 老子算是见识了 胡先生 你有纸吗 纸 有 有宣纸吗 小侯爷 如册的时候还要写字啊 我写个屁字 你怎么还擦扁扁啊 擦扁扁 何为扁扁 老奴从来月轻说过呀 扁扁就是屎 你非逼老子说糙话是吧 老爷我要擦屎 听懂了吗 擦屎 擦屎还用宣纸 老奴我活了大半辈子 闻手一闻哪 再说了 宣纸这么金贵 老奴这哪有啊 难道我王子豪一失英明 就要毁在这个棍子上吗 我的清风 我的韦达 我的心相印哪 哎呀 小侯爷 恕老奴无能归利呀 哎呀行了行了 你退下吧 是